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风险管理这样的一个议题 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我想我们就秉持一个少就是多的原则 来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议题 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 我想在这个疫情之前 我们都死料未及 今天会发生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 改变大家生活形态的COVID 这样一个教训 事实上我们不能够浪费 到底这次的COVID 它还是个进行事 我们到底能够从这个COVID里面学到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COVID基本上似乎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可是它应该不会是一个最后一次 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 好的一个确定性的世界 可是确定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幻觉 我们也感受到说 原来先进国家在面对这个COVID的时候 似乎他们也没有比我们高明了许多 甚至说看到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 他们在应对这个COVID的时候 他们竟然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他们也有人抗拒着戴这个口罩 一直到最后比较晚的阶段 他们才能够接受 这就回归到说不同的文化 看待一个风险的一个这样的态度 我们也认知到说 其实企业它的生存 似乎也离不开这个国家的秩序 必须是一个好的协作 甚至我们也理解到说 其实国际社会 跟我们事实上都是互相连结的 一个国家搞砸了 其他国家会跟着受害 一个国家能够研发出这样的疫苗 其他国家也能够因此而受贿 这些东西让我们有个更真实的连带感 我们也进一步能够知道说 原来工作 实际上有些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做 但是确实是有些事情 确实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做 有些人的生意确实就没办法续行 我们也知道确实没有白币的风险 因为经济就是我们管理的代价 我们也知道 人跟人也真的是需要连结 因为人需要温度 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考虑 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全岛一命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弱势的人我们不能不管 要不然他们就是破口 我们也能够理解到说 媒体确实能够提供给我们有效的资讯 让我们每天都知道疫情的发展 但是确实媒体也有时候让我们 越看越不清楚 那是媒体的责任非常的重大 我们也知道说 疫情有很多人受害 可是竟然也会有得力的一方 我听说这个Netflix 因为这样的疫情 事实上反而它的营收大幅的成长 这样一些种种的一些事情 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光是这个还没有结束的疫情本身 它的变数仍然是大 解封跟不解封之间 事实上永远是一个困难的决策 那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疫情的环境当中 我们能够怎么样当一个有知觉 有相应行动力的管理者呢 我不禁想到一所欲言 告诉我们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让我们能够连接到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议题 我们是想要跟杜杜鸟一样吗 可是这样一个后知后觉的杜杜鸟 它基本上它已经灭绝了 我们是可以像鸵鸟一样吗 鸵鸟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逃避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讲这个 它可能有一个好的知觉度 可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是我们像驴鼠呢 一个群体的驴鼠 它们行动力很快 可是它们可能会往海里跳 有知觉可是知觉能力是错误的 行动力高不对 我想我们要学习的对象 应该是说猫头鹰就是我们施法的对象 它有一个好的知觉能力 它有一个很好的行动力 这才是个智慧的象征 所以回归到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这样能耐 有两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风险觉察的这样一个能力 做一个根本的觉察 另外就是行动力 风险管理的议题为什么困难 因为它不是一个获利的决策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风险管理的决策 它是花钱的决策 所以这样的一个议题本身 常常不会被很多的管理者所重视 只有等到太迟以后 在我们去探讨这样一个风险 跟风险管理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较真 其实我们还必须要针对这样的风险议题 再做个进步的这样一个区别 其实我们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事实上是有很多无限的偶然的一个组合了 未来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开放的可能性 透过人类长久以来的这样一个学习跟努力 我们逐渐地掌握了一个所谓的几率的法则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面对了许多的万事万物 哪怕我们都相信人定胜天 可是其实人不一定胜天 我们有我们的局限性 我们的预见本身 有它自己本身所不及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几率的视角 来看待未来的变数 根据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Frank Knight 他的看法 他认为我们谈到广泛的风险的概念 其实还要再做进步区分的 还有一个所谓的叫做极端风险的 叫做不确定 也就是说有一个风险跟极端风险 或者我们把它界定成 风险跟不确定这两个概念 风险是什么 风险虽然它有一个不确定性 可是它一定程度上 还可以用几率的这样的一个话语 本身来去界定 事实上它还有可能难过加以衡量 可是有一种 我们叫做黑天鹅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像这次的COVID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它是没有办法用几率 来去加以描述 它事实上也不容易加以去做测量 也就是说在事情发生之前 我们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们是一无所惜的 事实上它是属于所谓的未知的未知 面对这样的未知的未知 事实上我们其实没能够 像掌握风险这样的一个事情 能够有相同的态度 这次的COVID 如同我一刚开始跟各位所说的 它应该不会是最后一次 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未知的未知的风险 类似所谓的COVID的升级版 或者是什么样的SYZ 其实我们不知道 我想大家都不希望 这次COVID之后 每天口罩还是我们的日常 我相信我们大家不希望 每天我们去餐厅吃饭只能外带 可是我们怎么看待 类似像COVID这种 它可能是一种本质上是个低几率 可是一旦发生之后 冲击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这样的巨灾 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其实从我们人类过往的经验值 面对这种所谓的比较遥远的 低几率可是高冲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其实向来有两种极端的反应 要不然就是怎么样 要不然就是视而不见 因为它的几率很低 虽然可能发生 可能我们基本上就会有一种 当成零几率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比方说气候暖化就是一个例子 大家感觉上天气越来越来越热 可是感觉上应该不至于到活不下去 那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过度反应的 像美国911事件之后 感觉上整个美国请进非常多的资源 就是在努力去防渡可能性的下次的911 那这两个极端之间 同样都是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差别的待遇呢 其实很特别是在于说 原来我们人类看待一种 所谓的风险的反应 是有两种机制的 一种是很直觉性的 以原始的大脑本身去做因应的 恐惧本身 情绪本身会去主宰它 另外一种是分析性的 它是所谓现代的大脑 它基本上它能够透过这样的分析 理性的方式来去思考问题 但是直觉是源自于真实的经验 所以它是个强大的力量 所以它一旦作用 它就会驾驭分析的能力了 以911这样的事件来看 它是一个很真实的 很具体的 很接近的这样一个经验值 所以经过911之后 这样一个哪怕可能是一个 很低机率的聚灾 它突然变得非常鲜明 会普遍上会让一般的人们 怎么样 会专注于它是最糟的状况 而把概率丢在一旁 所以会投入非常大的资源 非常大的资源本身 这可能是一个过度反应 反之另外一种 比方说气候变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一旦到一个最糟的状况 它是一样可能像911一样 对人类构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可是因为它似乎还有抽象性 还是未来性 所以我们就会倾向去推迟它 甚至以一种所谓乐观的 这样的偏误去看待它 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是极端 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 基本上很困难 不容易去遇见的这种 低机率的聚灾呢 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它不能是四位零机率 可是你不能当成它 它一直会发生只聚焦在它的一个 可怕的后果 我想能够提出给大家 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察 分成所谓的整体的 国家社会的层次 以及企业跟个人的层次 这个从整体国家社会的层次来说 第一个是 我相信因为不确定本身 应该是一个公共的议题 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够强化 这个社会的连带 能够去跟国际社会 能够有更多的连结才有办法 汇集更大的力道来去应应它 因为有很多的聚灾 其实它是超过个体的企业 所能够解决的 甚至也有可能是超过 一个国家所能够解决的 这一次的COVID 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另外事实上 在所谓可得的资讯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 跟直觉对抗 我们能够以一个 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 来去针对两个变数 一个是所谓它的几率 另外是它的一个 impact 它的冲击 两个因素 一起来去做考量 找到一个务实解 而不会进入一个 所谓的极端的选项 哪怕是我们找到的解方 只是一个最差的解方 里面的较优 事实上都有助于 我们风险的管理 当然最后也很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 什么是资讯 什么是杂讯 在这两个资讯跟杂讯之间 能够审慎地去听取 专家的意见 来做出一个好的公共决策 另外在个人的 企业的层次 很重要的点是 我们可能必须要更谦虚 看待我们本身 认知的一个有限性 理解到我们本身 一个原始的大脑 所以第一个 避免过度自信 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说针对好的一个觉知 然后不要去否认 这个确定性的 不确定性的这样存在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去 增加我们对风险的 这样一个观察力 不要让恐惧 来去凌驾我们理性的分析 当然对于企业体来说 更重要的是 能够让自己 有个更好的韧性 我们讲说 由以代之的概念 能够建立一个 平常就有一个资金的 安全的边际 一旦面临的这样一个 不确定的 这样的拒灾的时候 能够成为最后的一个灭顶者 当然我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所谓的不容易预见的 这样的所谓拒灾的 低级率的这样不确定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虽然我们不是很确定知道 但是它即将会发生 我们的所谓的 外部的企业的经营的风险 有哪些呢 各位都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想得到 从媒体上不断的 可能都在提醒我们 可是我们不一定 就采取行动 有哪些事情 中美的贸易战 全球的税规的改革 包括中国的崛起 包括可能有的变种的病毒 从Delta甚至到Gamma 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病毒 地缘政治的冲突 乃至新的这样一个 所谓金融秩序的可能的挑战 还有说可能全球供应链 可能的双元化 乃至说我们Go Digital 可能会同时会伴随的 所谓的网络安全的威胁 还有宅经济 跟我们重新网络工作的可能性 这整个世界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的坐标重新转移的 这样一个变数 这些风险事实上都在在着 在考验着我们企业组本身 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智慧 能够去面对这样的一个 未来的风险 当然回到我们外部风险的面对 我们可以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怎么样 我们向变数来屈服 我们来诉诸神秘主义 基本上这可能是用态度 去求神问补 当然另外更积极的态度是 我们其实可以拥抱这个变数 去理解到机率性 去直面这个机率性 然后利用这个机率性 做出这个理性的选择跟因应 如果给大家一个简单的 一个口诀 一个心法 三个步骤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培养自己的觉察能力 不要视而不见 不要无动于衷 这是第一个点 另外在众多不同的风险的 这样的一个变数当中 我们排定解决的优先顺序 它必须要以所谓的 first thing first 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来去处理它 最后最重要的事情要行动 不要因为风险管理有成本 那基本上我们就裹足不前 反而我们应该直面 这样一个风险的本身 能够做到一个真正落地的风险管理 以上简单的这样一个看法 跟各位先进来分享 谢谢 我们谢谢蔡律师 蔡律师 我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 其实之前我跟您在 贵宾室的时候有个对谈 我想问你说 为什么您会有一个律师来讲风险 其实您提到了说 您过往其实做了 除了做了很多并购的案子 也做过有一些重整的案子 其实是一个辛苦的情况 我想问到的是说 您刚才提到说 其实资金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重要的 我想请教您的就是说 到底资金要准备多少才够 事实上资金是一种成本 你怎么样说服你的股东说 这件事情是必要的 你得做呢 是的 谢谢 资金是企业的子弹 基本上资金当然在一个成品的时候 都是拿来作为整个备料 作为整个获利的一个目标 本身的一个筹备 但是一个downside 就是另外一面 就是谈到风险管理的这个角度 也就是说我们谈的是 在一个最差的这个状况 到底公司还必须要有多少 最低限度的一个资金的准备 能够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 最后倒下的一个企业体 什么样的资金叫做COIN 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 要看一家企业它的规模 要看它的业态 也要看它平常本身的流动性的一个 一个资金的这个状况 来去做辨识 但是回到一个点是在于说 我们这边谈的 的这样一个资金的准备 基于风险管理的目的 事实上它跟平常的 应该是融入平常的 所谓的流动管理的 整个整体的一环 只是说它更着重的是在于说 所谓最糟的状况 当业务本身会有些改动 没有办法如常的 像过往的业务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时候呢 那到底在最低限度之内 如何能够维持营运 能够让自己本身 等到危机过去之后 仍然能够重新站起来 所以它当然没有 一个绝对的答案 但是回到一个点是说 事实上都能够随时的去 审视自己整个资金的流动性 还有说整个业务本身的一个 所谓的乐观性跟 悲观性的这个预期呢 来做出这样的准备 好不好谢谢 博律师因为一般人家会建议 说如果一个家庭 可能是维持六个月的生活费 所以如果说企业来讲 比较general的一个 如果说它应该维持 多久的一个资金的水位 比较好 我想如果从 到底要准备多长的天体的部分 还是我刚提到说 因为有些公司本身 它在整个收款的时候呢 是要面对它客户端 给它多少的 帐龄的时间 另外是说它还要去思考是 之前一旦在一个更糟的状况的时候 它甚至要去购料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 也就是说你前端购料 你要用现金支付 可是你去收款的时候呢 人家要拉长他的帐龄 所以说六个月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好的时间表 甚至要拉更长 其实真的也不好一概而论 真的还是要看业态 但是我想比较重要的点说 自己本身所储备的现金呢 另外是说自己能够借到的现金呢 也就是说假设业务改动的时候 自己本身既存的部分的存粮 这部分一定也要放进来思考 这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worst case的准备 的资金的随位 谢谢 所以在好的时机要想到worst case的情况 那我另外一个 其实您刚刚有提到风险跟不确定性 那不确定性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预测跟管理的 但我看到您的解释里面 其实一直在建议大家 其实是一种心态 那我想问问看您说 到底您这一次在这个疫情当中 您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是怎么样 然后如果是CEO或者是高阶主管 怎么样来自我锻炼 让他有理性而务实的解放 找到这些东西 是的 我想第一个如果要谈心态的话 不管是面对刚刚所提到的风险 或是所谓极端的不确定性 所谓的不确定 基本上有很重要的态度是 第一个我提到说 不能够过度自信 这是第一个点 相信一定有一定的变数 会打坏我们原本的布局 这样子一个心态之外 我认为还有必须要一个 所谓的三个能力 三个能力 第一个是说 遇到变局的时候 能不能有一个所谓 非常果断的能力 不要果足不前 然后优柔寡断 第二个 我们所需要的点是在说 有个好的弹性度 随时能够准备一个plan B 而不是永远僵固在 原本的一个角色上面 第三个是能够好好运用 既有的资源 有限的资源的能力 甚至也能够外求资源的这个能力 我想这三个能力 对于这个应变来讲 是非常重要 当然再加上最重要 刚刚所提到的谦虚 不要过度自信的心态 谢谢 虚怀若骨 所以我想这是蔡律师 给我们大家的一个take aw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